我们继续讲白色规矩作用 现在讲到第七色 前五色很容易理解 大家知道眼耳鼻视生 这个容易理解 第六色都可以理解到 因为这是意识的作用 即是想法 第七色就比较隐蔽 没有那么容易领略到第七色 因为第七色是我执 我执你都不是能领略的 因为为什么呢 整天都是我的 即是想一样东西都是由我来到开始 如果跟我没有关系的东西 根本就没必要 吃东西又是为我 减肥又是为我 这个要漂亮又是为我 这个要好看又是为我 要好享受又是为我 所有的我 整天都带着它 所以这个比较难领略一点 但是呢 其实呢 我们日常都是用我 所以我们修行呢 就要破这个我执 这个我们的身体呢 好像这个相机那样 好像这个相机那样 这个相机呢 这个菲林啦 菲林啦 菲林是第八色啦 这个镜头 有两个镜头 外镜头 这个呢 就是第五色啦 这个五色啦 这个五色啦 这个内镜呢 就是第六色啦 内镜呢 就是有分别的作用 另外另外分别在里面 有个塞打在那里 就是你控制菲林 究竟要不要落呢 这个是第七色啦 那么啊 当你有外面的影像来说呢 那看到这棵是树来的 那你这个浅色啦 就是眼睛看到那棵树 看到那棵树之后呢 但是第六色就有分别的 这棵是树呀 要不然是树 所以第六色呢 里面有个脑嘛 有个脑的作用呢 有个脑的作用呢 思维嘛 有思维的作用呢 那么啊 未必一定要下下 从这个第八色里面 拿些资料出来的 其实第八色来说呢 我们这个人来说 这个第八色是没有一个地方 叫做第八色的 那么第八色的 它的行常的作用呢 不是随时可以在第八色里面 拿东西出来的 那么现在好像我们个人那样 就是DNA 要来维持生命的 去养合同行酸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遗传因子 遗传因子 形成你的身体的各样东西 所以你的病呀 病呀 那些业障 所有的东西都在遗传因子 那里 就是你的那些业 因为它加上父母的因子 那么父母 父母的因子 当然要看你本身的业是好不好 你本身的业好 就找到好的父母 本身的业不好 找到不好的父母 如果你本身是做恶业的 那就直接做了 做了第二类的众生 不是做人 做人至少都持到五届 至少都守到一条 是吧 那么这个 这个呢 所以DNA 已经在这儿了 这个DNA 一来 一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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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色里面 已经整天有个 有个 有个 第七色在那儿 有个第七色在那儿 黏住个第八色 的 第七色呢 其实就是第八色的 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 这件事呢 很难分的 这件事呢 就是一有第八色 就有第七色了 为什么有第八色 就有第七色呢 如果你没有了第七色 这个第八色 就变成大圆镜子 已经不是叫做第八色了 因为凡夫才有八色 就是第八色 第八 阿那耶色是凡夫的 阿那耶色有几个名字 在凡夫的时候 叫阿那耶色 在八地菩萨叫做二属色 在这个佛呢 叫做阿奇陀色 这个呢 它本身 本身是大圆镜子 所以如果第八色呢 没有了个第七色 黏住它呢 这个已经是大圆镜子 所以一有第七色 一有第八色呢 里面就有个第七色黏住在这里 那这个呢 才变成第八色 如果不是呢 它不是第八色 它是大圆镜子 因为没有了我 才有大圆镜子 所以呢 一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我 一定第一个行先 第一个一定进 进来之后呢 这个进来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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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着这个身体是我 这个身体就是我 这个DNA就是我 这些叶是我 所以我 那第八色呢 第八色呢 它不是做DNA 而第八色 不是身体的某一部分 如果你说第八色 进来的身体是DNA的时候 因为进来的身体是第一个 降细胞做起的嘛 那如果你是不可以 离开那个降细胞 就是离开那个降细胞之外 是没有东西的 你不能离开那个降细胞 所以呢 你如果是第八色 跟进去降细胞里面呢 那就变成了 降细胞 就变成了第八色 那里面 你也有六十兆的降细胞 六十兆的降细胞 那么第八色 就进去哪一个 那里呢 分开六十 六十 六十兆个 分开一个细胞 一个第八色 那是没有可能的 那究竟第八色呢 在脑里 因为第八色 在心里 有脑电图 有心电图 那第八色究竟在哪里呢 第八色呢 就不是在任何一个器官里的 所以呢 换心换肝换肾换肺 那即使呢 什麽什么都换呢 也不会换掉那elsThe Barry White 因为第八色呢 根本就不是气功里面 呀 亦都不在 cosasper DNA里面 EST McEon DNA可以改 DNA可以改 DNA的 DNA的 可以改変 第八色是在整个身体充满整身体 充满整身体充满整身体 所以它不是身体的某一部分 而是充满整身体 所以你身体适当换一样东西 其他的第八色会走到一边 所以第八色在身体内所起的作用 其实不多 因为它进入了 第八色是整个形态形成场 我们讲前世之谜的时候 王家医学院的院士 有一个形态形成场 但是人的记忆是整体充满整身体 这是第八色 第八色是一个形态形成场 某一个器官 所以它是储存了这个记忆 当然了 第八色上一世的记忆变成DNA DNA正在运作你的身体 这一世所做的事 这一世所做的事 不是一定会记住的 不是一定会记住在第八色上 当然了 中了个二色 这个你说 这个一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 药有避养啊 这一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 这个种植入个色田里面 究竟是怎样种植入色田里面呢 立即把色田吸收了 第八色 那么第八色未必将属于身体 第霸式在身体究竟是怎样的作用呢? 第霸式在身体 脑细胞是一部份的记忆 你这一世做的事 一部份记忆在脑细胞里面 脑细胞有很多个区 下幼脑、上幼脑、下幼脑 他记了一部份记忆在那里 所以这一世做的事 暂时就变成记忆 这一世做的事就变成记忆 变成记忆 到临终的时候才走出来 叫做业镜 临终的时候死亡就一路走出来 所以有其他人充满身体的 第霸式 第霸式未必立刻记忆 有一个问题 如果人做了很多恶业 第霸式储存在记忆体中 如果失忆呢 那就没有事了 不知道了 可能其他细胞还有记忆吧 还有记忆 如何记忆呢 我们不知道 现在未进化到这个时候 人究竟第霸式是如何去记忆体呢 所以大部份保存在记忆系统里 每个细胞都有记忆功能 因为每个细胞都有受体 每个DNA都有受体 受体就是记忆了 一个受体呢 有受体 比如说肾上腺素受体上升 那便有高与压病了 这一个高与压受体上升 那便有高与压病了 这一个又有些什么受体 什么受体 有很多受体的 有很多受体的时候 每个细胞都会感受到外面的东西 那会形成 这个改变了这个DNA 即会改变了 慢慢做得多 所以癌症呢 不是立刻发生的 不是说立刻有个基因 就一定会发生 他要经历很久 经历很久 人熬了几十年 做错几十年事 最后一下子才发出来 所以要做错几十年 受体受得多的时候 才会谷光出来 所以做每一件事 要做很久才能改出来 这个呢 当然 这个不是记忆你做什么事 而是他受了一些体 记忆你做什么事 应该在脑内 这一阵失忆呢 是否不用记忆呢 当然啦 失忆就是失忆的部分 可能你觉得他失忆 可能不记得现在的事 可能记得以前的事 所以这个死了的时候 就走出来 叫做叶镜 叶镜 你死了之后 这一幅影像 我们做事的阿杜 和我们做事的阿杜 杜师兄 他一次高血牙 横低 横低了之后 真的看到一幅画 这样走出来 以前做的事 即是就死了 不过想起救奔 救奔便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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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不是走很多 走十多二十步 好像以前做过的事 一步步走出来 临死之前 那些人多数都会这样 有一次就听到电台 因为开车的时候 听叶镜机 电台就说 有个什么什么 跳散 做警察 他不做 走去跳散 跳散的时候 走去跳散 找滑翔机 谁知道滑翔机 发生意外 在天空下跌下来 二百多尺高下跌下来 二千多尺高 觉得整个人离开身体 第一件事 离开身体 离开身体 看着自己的身体 跌下去 和整架飞机跌下去 跌到散散 接着就有些业镜出现 有些以前做的事 有把声说 如果你要走 那你就呼起 最后口气出来 那你就能走 如果你不想死 你就闭着口气 当然不想死 不想死 那就救回 跌到五六七箱 慢慢收拾 这个就不成问题 但是死的时候 一定要有业镜 死的时候 整个人离开了 整个人离开了 那些人都走出来 离开了可能是个波波 整体 所以第八色 这些东西就走出来 走到第八色 所以第八色的记忆 不是当下记忆 应该是脑里面的记忆 当然了 包括了以前的记忆 包括以前的记忆 所以你去催眠的时候 才可以找出以前的东西 其实你去催眠的时候 都是催眠脑的记忆体 所以你发展的记忆细胞 发展的记忆细胞 不是只记忆这一世的事 而是记忆前世的事 所以这个又复杂了 所以这个第七色 第八色已经是记忆体 已经是个恶搞 第七色更加没有 第七色只是执着第八色 作为我 执着第八色的见份 作为自己的相反 所以这个是我执 执着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个我们身体 这个镜头前五色 看到一棵树 跟着这个分别 这棵是树 还是不是树 分别了 跟着就是我式的作用 我喜欢你这棵树 这棵树和我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啪一声拍了它 叱积叱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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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留在大伯式,其实是先留在脑子 留在脑子,到临死时走出来,进入了在大伯式 你可以说脑就是大伯式,但脑又不是大伯式 脑就是脑细胞,它只是一个作用 所以,大伯式充满整个身体,它是一个形态形成场 不仅是脑才有 现在还未流行换脑,如果有人换脑的时候 把另一个人的脑换下去,会不会变成另一样东西呢? 那就难说了,换心,换肝,换肾,换肾都不会 但是,会保持以往的疾气 譬如有些人换心后很喜欢吃朱古力 没有理由,以前不喜欢吃朱古力 现在换心,喜欢吃朱古力 打电话问换心,换心的家人 以前是不是很喜欢吃朱古力? 是的,以前最喜欢吃朱古力 所以换了一部分的东西,因为是细胞记忆 细胞里面的记忆 但不是全部的记忆 换了个大伯式,换进去 那当然不是 所以,它仍然是DNA有记忆 但是它的记忆呢,看看它多还是少 你的记忆多,它的记忆少 换下来的时候,一参加之后 都不是很严重 头头是喜欢的,后来可能不喜欢 后来被自己不喜欢的细胞中和 就变成不喜欢吃朱古力 所以这个又不奇怪 这个第七色就是我执 这个我执,我执的时候 拍了下去 所以我们修行 这个文就是要没有了第七色 无我,佛教说无我 无我,一切言性已无为法 而有分别,佛教说无我 唯一说无我 没有独立的我,没有不变的我 没有主宰性的我,没有永恒性的我 所以这叫无我 这叫无我,所以我们要收到无我的时候 第七色就转变成大圆镜字 第七色就转变成平等性字 第八色就转变成大圆镜字 六色就转变成妙观察字 观察出变的东西 前五色就转变成成所作字 第七色的名字总共有十五个名字 第七色呢 第一个名字叫第七色 第七色,为什么呢? 它在第六色后面也叫第七色 第七色其实叫木拿色 我们从这十五个名字里面 都可以知道它的功用 所以这十五个名字 有必要说一说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这十五个名字里面 去估计第七色的作用 第二个名字叫木拿色 这是曾正的第七色的名字 其实译作意 所以叫做意色 第七色叫意色 第六意色 第六个意色 因为它的根本意是第七色 因为它的根本意是第七色 所以它用第七色的意做名字 所以叫做第六意色 所以叫做第六意色 根本这个第六不是叫做意 它不是叫做意 而是它意的根本意是第七色 所以这个叫做意色 意色就是思良 无此以来 无更断 思良 我痴 我健 我孟我爱 我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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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孟我爱 那些四个根本频道 和这个金刚萨多 和我们五秘密的金刚萨多 欲、足、爱、盲 差不多 这个金刚萨多 有四个菩萨 合成五秘密 欲、欲、足、爱、盲、盲 一模一样 欲 欲就是贪欲 我健 我痴 贪欲 就是愚痴 贪欲 你说见 这个贪欲 就是见 其实这个是贪欲 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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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为我的 我要做什么 这个应该是欲 这个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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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贪欲 就是我健 我痴 这个痴 就是说 不知道因果的道理 因为他接触众生 会产生一些愚蠢的行为 即是接触众生的时候 你会接触 執着外境 之而此类 爱和盲 就一样了 所以这四个根本烦恼 我们根本就不能舍弃 不可以修行的时候 不可以不要了这些东西 我痴 我健 我盲 我爱 其实是要把它转化 转化成大爱 转化成佛盲 这个我健 转化成这个圣健 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 我痴 转化成这个精进的力量 这个要来导众生 不要整天挂着睡觉 这个作为成左作次的力量 所以这个叫做意识 第六色所依 故名为六色羹 即是二羹 所以这个绿色是依第七色的 所以叫做意第六意识 其实这个第三个名字 叫做淹污衣 淹污衣 淹污衣 为常语四凡老区 四个凡老 我痴 我健 我慢 我爱 我痴 我痴 就是 这个咬咬咬咬咬 吃饭睡觉看电视 分工 分工 吃饭睡觉看电视 差不多痴 这个差不多痴 没什么意志 没什么推动力 这个叫做痴 就是你逼常执着时 有死 有食用静就睡 这个就是痴 其实又不知allo哥的道理 不知要修善 又不知要断恶 不知哪 celebrating 所以叫做痴 这个污染上语四凡老 根本 所以名为染污衣 第四 无解释 看无明 迷腹增发 痴暗心固 内行执着我无解固 无解释就是说不可以解脱 为什么不可以解脱呢 因为你有了第七色就不可以解脱 你没有了第七色就可以解脱了 所以叫无解释 无解释就是当你有第七色你就解脱不了 因为有第七色之后你就有我 有我的时候你就有我盲 你就有我见 你就有我痴 你就有我爱 这四个根本纷路就走出来了 如果没有我修行修到无我的时候 所有众生都是一体 我众生要刑殊体不殊 同事一根性 子是别刑区 那你怎会所有众生平等 你怎会把他们来吃才行 人家都有老婆子女的嘛 人家触摸你你就呱呱叫你 你拿别人来汤挂出来卖 那你就没事了 你吃到虾笑 东海嘉宾笑 海鲜眼眉调 黄尖眼眉调 果然唱完这首歌没多久 接着拜拜 为什么呢 这个明显是很无人性的歌 为什么呢 人家眼眉调 你快死了 你还开心 还在那儿笑 那你死不死呢 这个呢 做业而又不懂得忏悔的呢 这个就死了 你都不知哪样东西是好 所以为了赚了那麽多钱 就弄了自己 因为这个在天人来说 特别是要惩罚这些人的 为什么要惩罚这些人呢 这个天人是想善罚恶嘛 你教人做恶啊 你死不死呢 教人海鲜 东海嘉宾笑 海鲜眼眉调 现在首歌好像没唱 所以你教人做恶啊 你死不死呢 你要吃就吃吧 你不要教人家去 这是极度诚忍的东西 所以这个人就来死了 你还加崩笑 所以这一个是不对的 所以不应该选人离己 所以你连荒板都不会买啦 如果你真是增值的东西 你连担垃圾都不会啦 因为你爱这个地球 爱这个社会嘛 你连免得过就不开冷气啦 免得增加地球的污染嘛 那你各种东西都为大家着想的 那这个我执就会破咯 那你如果凡夫的时候 这个我执就越来越重 各种东西都要我的 所以上次人家来灌顶 拿我们打天的水晶球走 那我们就锁住了 现在的水晶要锁在打天的东西 拿玻璃锁锁在里面 哇带了那个水晶球很重的嘛 整十几斤的 带了个箱来拿 带了个箱来偷 我已经看到奇怪的 有个女人推着箱在打天点那里走出来 我又不知道他偷了个水晶球 不知道是不是他偷就不知道啦 因为大陆人下来灌顶 经常带了个箱回来 拿些奶粉 拿些回去 怎么知道他又不见了个水晶球 所以这个只是顾自己不顾别人 这个叫痴 你都不知道大家天 这个我供养给大家天 这是大家天的东西 不关我事 大家天不见了 大家天自己去找 大家天喜不喜欢呢 可能他喜欢给你的 或者他不喜欢呢 那你就带一件事 大家天并不止是财神 这个不止是穷 他还是战神 你追回来也很容易 还是冥神 还是控制你的寿命 还是冥神 大家天是几种神 又是战神又是冥神 又是福禄神 所以这个 这样都敢偷 你死不死 你随便在其他地方偷 你都说 偷个龙王 最多无福报 偷个打天 连命都控制你 你死不死 可能他喜欢给你 我都不知道打天意思 或者他喜欢 不知道 所以这个最好不要语 所以无明识 无解识 有个我汁 你得不到解脱 因为你经常都说我 所以第一件事 你要放下个我才能够解脱得到 放下个我 多些从别人那方面想 这个世界就太平了 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争执了 你经常只顾着我 我这样我那样我那样 我不抵我不抵 最不抵就是别人 什么不抵 你已经不用积布就有衫着 不用耕田有饭吃 还不抵吗 你还说你不抵 你有什么不抵才行 所有的不抵都是很抵的 无明识 无明识 无明识就是说 有了个第七识 就是无明了 将理不明 体是根本无明地固 所以这是根本无明 这是根本无明 所以无明有两种 这个烦恼 有烦恼障 有烦恼障 和所知障两种 这个烦恼障 这个烦恼障就是见诗意画 知见的问题 见画和施画 这个阿罗汉就会断 见画就是知见上面的问题 这个施画就是对境有无心的问题 对境无心 阿罗汉做到对境无心 见识意画就断了 所以阿罗汉是断烦恼的 没有了烦恼 但是呢 这一边就是所知障 所知障就有层沙画 和无明画 层沙画就不是说 你知得太多叫做所知障 你知得太少叫做所知障 因为层沙画 是要学层沙共多种法蒙 去导层沙共多种众生 所以这个层沙画 是怎样断的呢 就是十处 十回向的时候断的 这个时候要经过很久 经过一个阿罗汉骑 是要经过一万大劫 一有五十一个零 1億多萬億, 10億億, 0億億, 10億億, 的亞得1億, 0億億, 0億億, 像廣萬年, 這是很長的時間, 這是要去做很多事的, 要與眾 vere的 是要做很多事的, 要與眾生接觸, 策住、策、策十回家, 勒圖、策穆,將所有行業回家, 做一大輪的事, 這個叫做斷層沙華, 其實不是斷, 學層沙華, 學塵沙多種方法去導行塵沙多種眾生 如果你不肯去學,這就叫做漿,叫做塵沙滑 這個叫做滑,如果你肯去學 因為普通人都是怕辛苦的 學那麼多東西做什麼,可以就行 所以學法都是,四個字搞定 搞那麼多東西做什麼,四個字就行 但是四個字的時候,普通人可以的 如果你說年紀大,奇嬰,四個字之後 都沒有其他東西要想,就沒有所謂,四個字 但是你年輕的時候,四個字問一不行 哎呀,沒有錢花,四個字搞不搞得行 沒有錢花,就要想其他方法 所以要學多些方法,賺錢,增幅度,之而此類的東西 所以每個人不同,有些四個字就夠了 有些四個字不夠,那你就要學多些東西 那沒有理由 那你只是自己,自己固定了 那你四個字就是固定了自己,枉生淨土 那你家人呢,家人不用吃飯嗎? 那你就要增加多些福報 找多些錢回來給他們洗,對吧 你不吃,那些小孩都要吃的嘛 你老婆都要用的嘛 你不用,你老婆都要用的嘛 所以呢,所以你就要增加福報了 那不是只有四個字,四個字只要顧自己 顧到枉生淨土 你立即離婚,丟掉那些小孩去 那你就可以枉生淨土 不過很難啊,阿彌陀佛不接這些人 這麼無責任心的人,怎麼會接你去呢? 所以你就逼著,硬著頭皮 要學別的法門 那你就說你四個字不好 四個字是好的 但是你只有四個字呢 你應付不了這麼多千變萬化的世界 這麼多東西,而且有些事情呢 那些煩惱你沒辦法用四個字來消除 那原則上呢,就可以的 但是呢,其實呢,很多問題出現 那這個呢,這個呢,這個… 這個… 這個… 無名式 這個呢,這個呢,這個… 這個… 这个又叫做业式,因为有第七式才有业 前五式不会做业的,因为这是器官,只是一个感觉器官 这些是器官,五个器官,没有做业的 第六式行审私粮,这个经常去私粮,这个也不是做业的 因为它只是当下去化解,当下去处理当下的东西 虽然它有些记忆是存在那里面,但原则上它是不会做业的 因为第六式才是私粮,但只是私粮的时候 第一念是义念无念,第一念是正常的 例如红灯停在那里,绿灯过马路,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思念一定会有,这个是直觉去做 但是当你想心一层的时候,让它停一层的时候 你想想,哎呀,我讲时间,我讲时间 所以为什么要用红灯这么久,哎呀,没理会,充红灯 这个就是做业了,这个就是做业了 这个就是做业了,过马路罚钱2000元 这个就是做业了 所以第六式是不会做业的 不会做业,因为要一个第七式加下去才做业 所以这个无名业式就是这个第七式 这个第八式呢,就是仓库来的 能从我扎我爱执藏,将你那些东西挣来的 将你的袖存,即将前世的记忆,这一世的记忆 全部记忆在那个第八式里面 但是呢,它是没有做业的,它不会做业的 他是无缝无忌 他没有贪争痴 他第八色什么都要存 好又存不好又存 是记忆体 什么都要记忆 你别说你喜欢不喜欢 喜欢不喜欢记是由你去决定 是由你去决定 所以做善业又是个第七色 做恶业又是个第七色 所以第七色叫做业色 偏偏就是无名业色 谁就是无名 不明白世间的道理 因为这个不明白 所以他有两个 一个是驱生我执 一个是分别我执 分别我执前面就可以破了 即是正道之前就可以破了 驱生我执就未破 驱生我执 这个是第六色 初生风起地就第六色 第六色就正道了 但是它还未成功 第七色也是 第七色都在风起地的时候 就有第七色 但是第七色 它要断十种平等 要断十种平等 断十种平等的时候 每一地断一种 所以它可以刚刚有第七色 但是到白色的时候 这个第七色才能真正显露出来 到这个成佛的时候 才能完全转到平等性质 这个才能转到平等性质 所以后面就有讲了 这个分开十个阶段 正十种平等 正十种平等 我们这就是业色 业色无名不觉 所以这是第七色才是造业 第六色是分别的 分别当下分别 当下分别第一念是清静的 为生活 肚饿便要吃饭 饭来将考 医来将手 这是自然的东西 但是你说东西好不好吃 这是第七色的作用 为何我吃这些东西 为何别人又吃那些东西 为何别人又喝红酒 为何我们又喝水 所以这是你自己的分别 其实肚饿、口渴 这些大家的东西 没有问题 但这绿色的作用 没有问题 没有造业 这个第七色就叫做转色 依前业色 心相漸粗 根层不回 转起 外相分别取故 这个转色 这个为何第七色叫转色呢 因为它在第八色 就拿一些建画出来 这个第八色 就是储存你的仓库 你已储存了一世的 以前的善恶业 所以诸业与因果 这个业呢 第八色储存的业 这一世 前一世储存了很多 很多业在这里 所以业呢 是越来越淡的 朱与因果 随宠更串 重的业布先 重的业 特别在大把色 特别大 更的业布先 更的业 因为经常做 所以经常出现 随宠更串 经常做的业布先 最近的业布先 所以 最近的业布先 经常做的业布先 所以在大把色里面 很多世之前做过 做过恶业 如果跟着这一路做善业 恶业不会走出来的 所以那个吴特国师 他也是十世做高僧的 十世的恶业都走不出来的 虽然他杀人 杀了这个兆丐 但他那些恶业都不会出来 因为实际做高僧 恶业都不会出来 到最后他坐沉香座的时候 煎在地把色里 画恶业出来 这才会受报 这才有人面疮 煎三味水颤 洗一洗它就没事了 所以这一个业 所以我们 不要说我们业重 我们的业是不重要的 为什么呢 业再重也不会有事 为什么呢 只要你这个不是很重 如果你是杀人放火 那些一早报了 你都不是杀人放火 最近做好事 最近不做坏事 归于之后不做坏事 然后整天去拜伯 整天去礼伯 整天做善事 那些善会一路出来 那些恶业慢慢会退后 所以你说 那没办法 我收不到 我的恶业整天都出来 你水皮而已 你压不到恶业 应该是压到的 有什么问题 你是压不到的意思 压不到是为何呢 压不到是因为你收不够 你是不是尽力才说 说就尽力 有人尽力都不行 我逢见美 他整天周围 整天走 不坏得的 你都没办法改 但也不够 因为他以前做到很大的恶业 听那些铃波车的说 就算你整天做 这一世做很多善业都压不到他 这是真正的重业 你没办法压到他 所以你要做多些 做不够的时候 这样就不够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他是太多人帮他 所以那些方法是很多的 所以你没办法教他一个方法去做 但你的方法也未必得 但是他听完这个说 搞病就起乱心了 就是乱了 别人说试试这个法门 试试那个法门 没有一个固定的法门去 如果你说有决心的 我觉得这个法门是好的 我一个法门一直收到到尾 那便反而有机会挡到这个业 你会听人说你太多知见 自己没有住持不住的主见 这样就难一点 如果有个主见 我只是做地藏法门 我只是观音法门好 我只是做观音 什么都不理 我只是阿弥陀佛好 我只是念阿弥陀佛 那你反而有办法去挡住业 但是最怕是这个说给你听 那个说给你听 这个这个这个 整天转转转转转 转到来 这个佛都未请到来 香都未热 已经走了 炉香炸热 刚刚热他便走了 你找个菩萨来供 你都要等他能够放心才行 所以帮你也要有价值 或者帮你 帮你不是有价值的佛 不能说价值 有没有必要帮你 这个是业 而你若说好虔诚 那又供得多 免惠其能 你常常对我供่好 都没有内心提报你 让你治好了 这样才行,所以修行要修三年,所有的腾供要修三年 供天也好,天是最什么,婆罗蒙说一千堂 一千堂一日修三堂,即是三年,一日要修三堂 一日修三堂,修三年,这样就会起到作用 起到作用的意思是佛菩萨,本尊也好,天也好 觉得你都挺好,都不是三分钟热度 一日给一大餐吃,然后又没得吃 他来到之后又没得吃,现在是大件事 你不供出声,我走到别人,你又要供 第二天又不给我们吃,你说是死不死呢 你霸了个位,那又没得吃,在戏院里霸了一张椅 又没气体,你说是死不死呢 所以你一供开,就日日要供 所以人们说为什么要供多 供养只能够多,不能够少,一少你就起障外了 所以你最先慢慢供,滴水加进去,他就越来越欢喜了 你一日供一大堆,然后第二天供都不供 再供最好他都不喜欢了 所以供养只能够增多,不能够减少 这个是什么,所以随宠更串习 所以什么业都可以挡的,其实 这个只不过不够,这个转式 转,为什么会叫做转式呢 就是说,这个第八式转依前叶式 心相前操,根层不回 转起外相分别取故 这个转式就是说第八式,涵藏的种子在这里 这个第七式就是转式来的 第七式就是做桥梁 将这个第八式的剑份 就拿来做第七式的相分 第八式的支剑 就是支剑里面储藏一些对事物的见解 被你上一世踩了个人一脚 这个第八式的剑份里面有 这个拿了第七式做第七式的相分 见到那个人,这个人虽无过分面目可憎 为什么面目可憎呢 因为上一世踩了他一脚 我当然说不出为什么不喜欢他呢 但是又是很不喜欢的 虽无过分面目可憎 因为这个第七式,第八式 上一世的第八式不喜欢 你踩了他一脚 所以这一世变成了第七式 用他的角度 用第八式,用前一世的第八式的角度去看他 所以这个转式 将这些第八式幽圆的东西 转到第七式,转到现在用的东西 将第八式的剑份转到现在用的相份 所以叫做转式 将一些搬运,将里面的种子搬出来用 所以你有时见到人虽无过分面目可憎 有时跟人很相互 这些是同之斗 这些就是上一世的知见操控 本来什么都没有,又不是什么 所以曹操亦有知心 所以这个转式 第八式的名字 叫做所现行式 即是第八式的东西 所起妄境相应自身 照了分明,如明镜中现式相故 所以这个叫现式 现式就是说 现在你要来生活的 这叫做现式 将第八式,以前的东西 拿回来现在的东西 所以叫做现式 因为它是转式 转式自然是现式 又转,将东西转到现在的东西 又将以前要做的东西 转到现在的现在受报的东西 那叫现式 第九叫做智障式 相应烦恼,是染发故 妄喜,此之怀怀 凌争,真性不显 障碍明解,故为智障 这个叫做智障 智障式 智障就是障碍你的智慧 将来的智障 佛教说的智就是空性的智慧 智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的 所有的空 无论你认为它是小诚所说的 缘起性空,暂时存在也好 你说它是大诚的初门 说它是遗色所变也好 说它是宗观也好,各样东西都是宗观 说它是如来藏也好 这些就是智慧,都是属于智慧 这些是法界同一体性也好 这些就是空性的智慧 即是无执着这个东西 这个智慧就是空性的智慧 因为你有了我执之后 你就不会有空性的智慧 这个就叫做智障式 第十是双熟式 第十的名字叫双熟式 妄警牵心,心除境界,烹原不断 这个复能主持善恶业果 直前生后,无间生灭,不断绝固 这个双熟式是可以双熟 前面的业,前面的业拿回来做现在的事 亦都可以成仙界后 可以继续不断你的业 不断这样做善恶业 将你以前的恶业 现在所做的善恶业 一直延续下去,这句叫双熟式 本来大霸式它不会自己动 因为它是大霸式,它不可以控制过大陆式 因为第七式就控制过大陆式 大陆式就可以思维,可以思维 第六式就控制前面的前五式 所以一格一格这样控制 所以到第七式是中间的,第八式转 第八式本身是仓库 这个第六式不可以去拿第七式 第八式的东西,要经过第七式 经过我执去拿 因为跟我没关系拿来做什么 你知道前世做什么 前世,现在五月三十日有辆车经过 有辆车经过,你记得吗 但拿来做什么都记得了 这辆车不关你 所以你走过来天津的时候 看到这么多车牌,你记完 没必要记得了 跟你没关系 但跟我有关系 这辆车是巴士 我现在十一号巴士 多少号车牌都记得 坐得来 所以这个就有意思了 其他路线不关你 第十一个叫妄想式 心爱无法,妄取有相,非憎实虎 这个是妄想 本来第六式是想 但这个想是现前的想 第七式就是妄想 为什么妄想呢? 因为这个第七式 它不是一定有根据去想 它可以有很多东西 你妄想 其实它也有根据 它在这个 第八式的知见里面 已经有这样的想念 这个想到 心爱无法,妄取有相,非憎实虎 虽然是见不到 这个是心爱无法 虽然你见到这个人 这个人虽无过分面目可憎 虽无过分面目可憎 虽无过分面目可憎 不关你的事 你的意识里面 都没有这个人存在 但是 这个人 上一切踩了你一脚 在第八式里面 所以这个第七式 第八式里面 拿了一个相份 作为相份 作为相份 第六式 见到这个人 虽无过分面目可憎 所以这个叫做妄想 妄想 虽然是没有实际的东西 但是它都可以 有些喜不喜欢的东西 因为它有第八式的作用 第二 就是传送式 以其内执第八式为我体 外愿前六式为我用 第七式就是执前六式是我用 因为我用前六式的 第八式是我的身体 第八式是我的实体 储存下去 所以这个叫做传送式 将第六式的东西搬到第八式 这些叫做什么 但不是立即搬的 而我的意思是 它应该储存在第六式的记忆里面 南走才去 最重要的东西 才拿回记忆 所以最重要的叶 要有叶镜 如果普通那些 拍四只蚊 踩四只蟑螂 那些人不会有叶镜 那些是重的叶才会叶 因为那些是平时的记忆体 内那些微小的那些 不重要的那些已经不见了 那不是说 哎呦每一样东西都记 每一样东西都记 第八式就爆棚了 所以记重要的东西 不是记不重要的东西 但是 亦都是有记不重要的东西 但是 好像你催眠 第八式催眠 可以知道里面的东西 不过那些东西都是重要的 重要才记住 不重要的东西应该不记 那么 传送式 这个 任运不住 以通伯 第八第六 故名传送 将第六式的东西传到第八式 第八式 拿回第六式那里用 这个叫传送式 第三 是执式 执取我故 又一切虚妄相故 这个呢 执式 执着 执着这些虚妄相 执着 执着 这个第八式的建盟 作为自己的相份 所以他很执着 这个叫偏见 傲慢与偏见 所以他很执着 执着 有些人很执着 这个叫执着式 这个叫执着式 这个叫执式 第十四 叫无畏式 解三界生死 尽是我生 更无外 更无外 故生无畏 这个呢 这个 这个无畏式 就是无畏 这个三界的生死 所以叫大无畏精神 不想出来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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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怕三界的痛苦 这个叫无畏式 因为我执的时候 他不怕 我不怕轮回 轮回即是享受 解脱了 即是没有享受 所以他不怕 所以大无畏 无畏式 第十五 叫行识 第十五叫行识 与涉沿途 顺理生善故 这个与涉沿途 这个行识 是可以修行的 可以修行 如果你能够正空性 能够修空性的东西 这个就可以正道了 顺理生善 也都可以 理涉沿途 可以用来正空性 所以可以正道 这个是修行 所以修行是破第七识 即是正到无我 正到无我的时候 所以不施善 不施恶 谁是名相 作本来面目 这个是慰明 慰明和尚 追陆组 追陆组 陆组 黏着一件衣 在石头上 它是拿不动 拿不动 我不是为衣而来 我是为法而来 那六组出来 不施善 不施恶 谁是名相作本来面目 所以这个 这个没有想到我 不施善 不知道我 不想到我都不喜欢 谁是名相作本来面目 所以这个三组 他说 知度无能 怀言谨责 若离称爱 荡言明白 你知度很容易 要修行很容易 这个 知度无能 怀言谨责 最重要 不要谨责 为何要谨责 这些 执着 若离称爱 荡言明白 你无称和无爱 无称的时候 无称恨心 即是不会报复 不会去伤害人 无爱的时候 不会去贪别人的东西 这个 没有我执 没有我 就贪来做什么呢 所以人的事 在这个世间上 其实不是要为了我去做一切的事 一切的事 我们现在全部为我 我要住屋 我要住好些 我要改善生活 我要什么 改善生活 不改善生活 和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你改善到住半生亏 又不是一样有烦恼 烦恼更惨 你生活不好 虽然 没有钱的人 就说苦恼 有钱的人 都会烦恼 所以跳楼 很多都是有钱的人 我们不会说 没有钱的人才跳楼 所以烦恼 在有钱 没有钱 是没关系的 不过 你经常说 我要什么 我要爱什么 就是你的身体 不需要好的环境 不需要吃好的东西 不需要做些什么 不需要享受的 你自己喜欢而已 所以这个人做错了 叫做痴 我痴 我见 我嘛我爱 这个叫痴 不知道 搞不清楚 究竟谁是主 谁是客 无量极来 租屋住 痴人 认作主人庸 以为这个就是我 我要好 我要什么 其实你的身体不需要 你躺在天桥底 和躺在狗土山 一模一样 你不用怕 你吃好东西 吃好东西 等同尿病高血压 喝多些汽水 等同尿病高血压 不需要吃好东西 喝普通水就可以了 你可以不用花钱 不用花钱 但你要找很多钱 找很多钱的时候 引起别人的东西 别人要偷你的钱 你要守护你的钱 结果走一大堂夜 打公司 父子粉木成仇 欠家产 个个 没钱没得欠 没钱的 没钱的 你收拾它 我收拾它 有钱的时候 病院管都未出病 打公司 已经开始在争 所以这些东西 只不过是伤害自己的东西 并不是真正会想的东西 所以真正会想的东西 是没有我 不要一样东西都为我 这是我痴 我痴 我痴 我爱 我盲 这是四根本烦恼 所以这个大侧色 其实都不是很复杂的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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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侧有福 通情本 随缘 执我 量为非 所以这个大侧景 因为大侧景 是大白色的东西 被它带了去 那叫大侧 它的东西虽然没有根据 但是也有一些根据 因为根据大白色的见份 这个 随缘 执我 量为非 所以 它所看的东西 不是现在的东西 不是现量的 这个 量为非 百大偏行 别境为 这个三心 这个 和这个 十八个心所相应 贪痴 我见 孟相随 我贪 我痴 我见 我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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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爱 这个 就是爱 我爱 我爱就是贪 爱什么 爱什么都不是贪 所以 贪痴 我 见面相随 行审私量 我相随 行审私量 整天都在私量 我 常日私量的角度 都透过我的角度去私量 有情 日夜震风迷 这个 有情 日夜都在那儿 纷纷腾腾腾 在那儿做些 不等洗的事 都不是为自己的 为了个身体 你死不死 身体要肥 要瘦 要减肥 要烧枝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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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没必要 所以 我几十年 没有洗面 不用洗面 会洗面 要留汗 要抹汗 便会洗面 没有必要去洗面 早上起床 要洗臉 这是规矩 没有这样的规矩 四画 八大 相应起 四根公平脑 八大 膚脑相应起 六色转怀 染症医 前六色 因为医他 所以 染症都医他 前六色 医第七色 極起初心 平等性 登初地的时候 便会 证到平等性 初步 无功用行 我行吹 无功用行 到百地的时候 这个我便可以完全消除 如来 燃起他受用 十地菩萨所应机 所以如来 燃起他受用 就是说 这个如来 燃起他受用 就是最一地菩萨的时候 如来 就坐百叶宝年 对二地 就坐千叶宝年 三地 就坐万叶宝年 四地 就是亿叶宝年 一路升上去 即是 现不同的生 即是十地菩萨 因为登到一地的菩萨 才能见到如来的真正身体 普通菩萨 见不到如来的身体 所以这个时候 就燃起这个发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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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七色 大致上是这样 我们下一次 再继续 每个 每个 再解释一下他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 最重要 知道这十五个名也好 因为知道 为何是第七色 第七色 即十五个名 跟他的功能有关系 后面那里就容易搞了 我们今天讲到这儿 下一次继续再讲